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门的队员是31号千昌杰 送一下内部传球 接得不错 看看这下前点在跑位 第一下没传 拉到边路再传 这下后点 哎呀 没起跳 抢的稍稍有点靠前 避免着凉 边路再传 哎 这个点低点 冒顶了 第二点的进攻队员抢到 不过最后应该是防守队员 还是给了门球啊 给了门球 老球员太多 整体的年龄结构 尤其核心球员 整体年龄偏大 再传 今天韩光辉有一说一这几脚 传球还是制造了一定威胁的 突到底线 转身 这要打门很精彩啊 哎 外围直接起脚 还是制造了一定的威胁 擦着力柱 偏出了球没 传进来 这下 哎 凌空一脚电射 这球来得很突然 突然来的幸福 快发 连络 林杰 扣一下 左脚 传 这个位置后球 再来 两次封倒 广州队员非常激动 向裁判员投诉对方是有犯规的嫌疑 传进来 前点队员伸腿但没蹭到 以我跳身后 这球如果能来个愉悦冲顶啊 高高跳起 不错 但前长节刚才也没有去跳 没够到 边路一对一 那些直接打 这球如果兜一个弧线还不错 线路比较靠近中路 分到左路 迈古杜华普 投球 这球如果顶到的话 只要顶在球门范围以内 那十拿九稳 帕尔曼将今天也浪费了不少机会 往前后送 这是一个边路的机会 只能靠自己了 小小路 这球漏进去了 边路一看都没队友上来支援了 自己只能单计闯关 30号的队员 被替换上来的杨静帆啊 再来看 打身后 这球身后队友已经跟不上了 倒三角不可能再传进来了 扑了一下 没将球扑远啊 再来看 小角度打 这球 感觉手型不太对 嗯 又想接 又想扑 没想好 这么近的距离 这球亮亮枪枪滚进球门 金凤吉非常高兴 主炮直接打 没有压住 距离球门确实是有点远 没时间了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颜面龙顶依靠着在比赛最后时刻杨静帆 绝杀 1比0击败广州队 拿下了阵上的胜利 在主场拿到了三分